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古代仙辈杜撰出来的形象 有科研人员曾翻阅了大量的古籍 也没有找到关于龙的完整记录 虽说有很多地方曾疑似发现了龙的痕迹 但都只是一灵半爪 很难负重 当然 在历史上也曾发生过许多与龙有关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距离我们太过于遥远 也基本无法去考证了 不过就在最近 有消息传出说世界上有人拍到了龙王再次现身 不知是真是假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吧 10月某日 一位和妙新师兄在青海新宁烧龙票的居士对我说 他们先是看到一小股旋风 从一个火堆旋到另一个火堆后 又旋到了我烧的龙票火堆 像巨型陀螺一样往上眩 我们的眼睛跟着这阵旋风 看见它越眩越大 眩成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形 但又很高 直到半空之上 我们才发现一条长长的白色的像极了龙的东西在空中 那时天空中一朵云都没有 就读读那条白龙特别的清晰 我旁边的师兄说他甚至都已经看见了龙头和龙爪 以及长长的身子 当时的我戴着大帽子和墨镜 龙头和龙身我能看得很清楚 龙爪我没看清楚 但即使这样 我们所看到的龙形景象相比网上的青海湖龙溪水照片 也更形似更逼真 青海湖龙王且呈物质性形象 大众肉眼能见实属稀有 此外巧合的是 我当时的两张红纸上分别写的正好是 《近青海湖龙王》《近四海龙王》 不过说起青海湖 其实自古就与神话传说有诸多的渊源 有传说认为旗下当有龙宫 又有传说认为其与昆仑山西王母有关 为青海湖更添加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若是具足真正的天眼 或能深入三摩地 自可见青海湖是怎样的一个景象 虽然现在很多人骑行或开车去看青海湖 肉眼所见是湛蓝的湖面 美丽如丝 但若将时空错开 或许会发现 此地为地居天人的世界 是仙境 有龙族 天人 要叉等众生存在 话说 此次西海龙王前来 且是众人倾毒 应该是与妙星师兄有关 因为他在所烧的龙票上 皆以印印之 通于法界 这里的龙票是指青海一带 专门用来烧给书天神 城皇 土地 龙族的一种票子 看到这里 大家对于龙王的这次现身 是不是感到很神奇呢 事实上 关于龙王的现身 其实并不是特例 早在2014年的时候 龙王其实也现身过一次 当时的记载是这么描述的 2014年10月20日上午 在青海湖的天气 为多云转晴 风力二到三级 但在南山附近 却在下雪 九十许 在湖面上 两条间隔约千米的龙溪水器官 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只见天空与海面之间 出现了一条粗壮的水柱 顶部是一大片的乌云 而底部 溅起大片水花 犹如云海 坠落入湖 形状壮观的龙溪水 让近距离观看的景区邮轮上的四十多人 惊叫连连 接下来的四十多分钟时间内 又现后出现了七条龙溪水 这些龙溪水 有的呈现纯白色 有的颜色较黑 当时的伟观群众纷纷猜测 难道是外星人路过青海湖 溪水给隐形状态的飞碟加油 还是说是西海龙王大寿 龙子们在给龙王摆尾助寿呢 更有人在好奇 龙溪水究竟是什么 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龙溪水其实就是水上龙卷风的别称 跟暖室空气强烈上升 冷空气突然下降 或者与当地的地形有关 受龙卷中心气压极度减小的吸引 水流被吸入涡旋的底部 并随即变为绕轴心向上的涡流 龙卷风将湖或海里的水卷入空中 形成高高的水柱 水柱水如同被吸入空中一样 就形成了龙溪水 这个超强龙卷风 一小时释放出来的能量 相当于八颗原子弹这么多 不过科学虽能解释龙溪水这一神奇的现象 但却无法解释数千年以来 发生在青海湖里一系列的神秘事件 比如清朝西宁复兴制中 曾有这么一段具体记载 青海注目蒙古 见海中有物 牛身报首 白至黑文 毛杂赤绿 月浪腾波 迅如金鹤 静暗见人 即潜入水中 不知其为何寿也 另外 在1947年的时候 曾有一位名叫齐63的土族喇嘛 在途经青海湖时 突然看见了一头比牦牛大四五倍的 头猿五角 似龙飞龙 双目闪着亮光的怪物浮现在水面 它飞速地从远处游来 湖面溅起层层浪花 转眼间又在湖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1949年春 当时有一位互驻县汉族农民马三娃 曾看到湖面上浮动着圆形的不明物体 它伸出十样的头 浑身闪耀着黑柚柚的光 转眼间又一头扎进水底 还有1987年的时候 有一位去青海湖的旅游者 忽然发现在逼波荡漾的湖面上 冒出了一只比牛大两三倍 背部成灰褐色的怪物 它头成三角形 有细长的景象并喷洒着水珠 当时它立即举起相机 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 当它想再拍一次时 那怪物一潜入水中 消失不见了 在2008年的时候 有一位摄影爱好者 在青海湖边拍照时 我一间发现了一只庞大的 能飞翔的像鹿一样的怪物 从水中跳起 接着又钻入水中 总结种种古今的记载来看 水怪的体型特征描述基本相似 形体较大 颜色呈黑黄色 看起来差不多像牛 但比牛大三四倍左右 还能飞 这种种描述 让小编突然想起了四海龙王 四海龙王多以龙头人身形象现身 东海龙王是青龙 南海龙王是赤龙 北海龙王是白龙 而西海龙王则是黑龙 这难道是西海龙王出来散步 被人们发现了不成 更有人可能会疑惑 这西海龙王和青海湖有啥关系 要知道 青海湖古成西海 从北位起才更名为青海 它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 以前是淡水湖 现在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 其次 关于西海龙王 还有这么一个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 上古之神 老龙王的妻子 生了四包龙王子 颜色各不相同 分别是青 赤 白 黑 老龙王非常开心 慢慢四位龙王子长大后 将众龙王子全照进水晶宫 说你们已经长大 因独当一面了 然后把海分为三部分 命大王子青龙去了海东部 当东海龙王 二王子赤龙去了海南部 当南海龙王 三王子去了海北部 做北海龙王 老龙王本想将小王子黑龙 留在身边 可小王子不干 非也要出去做龙王 于是赌去外出 小龙王独自西行 找遍了华夏九州 也未见到海 再来到齐连山南路河边 小王子已是疲惫不堪 他伤心地哭诉道 没有海 我怎么做海龙王 我要做西海龙王 我不要回去 哭着哭着感动了河神 引来108条河水 汇成这浩瀚的西海 最终助小王子 当上了西海龙王 说起龙王的传说 又不禁让人想到了 秘法中的龙王法 秘法中龙王法很多 一般是属于资粮味的修法 而也有解脱的深密之修法 如坐骑与灵兽之修法 不动明王法有观修之法 令龙王现身听人拆遣 也有相关的龙王修法 能令人现身前往净土 或者八大龙王法 令人游遍十方煞土 与三千世纪 观音菩萨的法系中 有很多使唤龙王之法 如在有龙的水池边 摄坛池不空卷所自在王咒 念着念着 水池突然没水了 龙王与众眷属出来听人使唤 能带人游龙宫满朱苑 赠送摩尼宝朱 接着有降龙赴龙之法 以捐所法将龙王束缚之后 龙变成蛇身 放入箱子里安放 行者提着他到哪里 那里就会由于龙柱持力 会五谷成熟 风调雨顺 人民安乐富饶 那么这次青海龙王的现身 究竟预示着什么呢 是印度神通阿南德的灾难预言 又要命中 龙王特地现身 来给出提醒呢 还是说是福瑞将会降临中国的一种预兆呢 这一切只能有待时间去见证了 但不管之后将要来临的是福是祸 身为佛弟子的我们 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努力赔福 行善积德 因为万事皆有因果 行善之人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愿大家都能够远离苦恶 福报满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